穿着白衬衫一同出席 分别在历届金曲奖上 都有各自获奖的歌手王洪恩以及马斯卡 为着2015台东艺术节活动 将在父亲节举行的台东一起来演唱会 前往了柜田酒店与县长黄建廷 共同主持演唱会宣传的记者会 这几年来我们真的是把台东的艺文市场 整个带动培养起来 每一年买票进到我们演艺厅 或者是各个表演场所的这个数字 不断的大幅的攀升 我的构想是台东有这么多 优秀杰出的我们的歌手台东的子弟 那么在当代的这个流行歌曲的乐坛上面 表现得非常的好 有很重的分量 谢谢洪恩 他就很费心的找到了马斯卡 找到了阿令 台湾族的也有了 布农族的也有了 阿米斯也有了 佳佳悲南族也有了 这个四个重要的族群的代表全部都有了 然后再加上一个汉人 就是小S 小S是我们的台东的媳妇 所以也算台东人 所以这一场啊 这么精彩的这么坚强的卡丝 其实都是我们台东人 八八节那一天 唱给台东的乡心听 只要你带着爸爸来 爸爸是可以免费入场的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县政府最大的诚意了 我们在体育馆 体育馆办理 楼上的位置 一律三百 楼下的这个最占的位置 五百 够便宜吧 够便宜 来了就赚到了 来了就赚到了 说真的 思念家乡 对台东这块土地的一种感情 一直是我们在外面打拼 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呢 这是我们每个艺人歌手 听到我们要办这次零八就零唱会 每个都义不容辞 那我希望未来 我们众家歌手抛砖引玉之后 未来我们有个固定的这样一个机会 让台东的歌手 来回馈我们台东的乡心 我觉得台东很多很多的这个 音乐的这个人才 那我们借我们这次表演给他们看 然后看看会不会给那些年轻的子弟 有什么激发 那借由这次这样子的活动 我更希望它可以是一个常态性的东西 对那我非常愿意回来分享我的歌 然后给大家听 2015台东艺术节为了吸引不同年龄层的民众参与 也可以欣赏不一样的表演 今年特地将流行音乐纳入到活动当中 邀请到四位台东出身的知名艺人 包括王洪恩 马斯卡 阿令 以及佳佳 还有台东媳妇 小S 要在8月8号父亲节当天一起回到台东 举办专属台东人的089台东一起来演唱会 而演唱会的门票 7月1号中午12点 网络售票正式开卖 7月3号也可以到文化处服务台购票 由于演唱会当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 除了爸爸可以免费入场欣赏演唱会之外 演唱会所有的硬体设备都比照大型室内演唱会规格办理 就是要让现场与会的相亲 可以感受一场高水准视觉 以及听觉的演唱会饗宴 东台新闻李婉珍 刘大游 台东市报导